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造成的频率就是不一样的时候 要采取不同的一些选择策略 那么现在看呢 因为助听器它就是一个声音放大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一个扩音器的作用 把外来的声音进行放大 所以我们在选择助听器的时候 除了在性价比上选择以外 还要看在选择佩戴不同型号的时候 它对患者恢复听力的效果 还有它能够在佩戴助听器以后 改善听力和恢复语言交流能力的程度不一样 来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